我那時候本來是一直以為 是一般的工作勞累的肩膀痠痛 所以我在之前呢 我只要有一個痠痛 我就去找按摩的 比方說他們給我舒緩一下 我就一直認為說 反正痠痛就按摩一下就好 痠痛就按摩一下就好 那突然有一天我就發現 奇怪 我怎麼抬頭 在看月亮的時候 我看不到月亮 變成我要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一天下雨嗎 不是 不是 我是跟你講真的 我沒有辦法把整個頭往後仰 我就大概帶這邊來 然後硬要 硬要往上看的時候我就會很痛 我就覺得奇怪 我的頸椎這個地方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然後慢慢的突然發現 奇怪 我的左手 左手會麻 然後會痠會痛 以前我最喜歡做的運動 就是打棒球 我這個棒球很熱衷的 然後我在跟人家打棒球的時候 奇怪 我脖子也不舒服 然後我在跟人家投球的時候 我投兩三球之後 我這個手怎麼會舉不起來 因為我舉到一半的時候 我在要接 因為我們用左手接球嘛 接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這個手怎麼有一種力量 讓我沒辦法舉起來 我接了一球之後 我投回去 我這個球 這個手完全就我也舉不起來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 連我最喜歡 而且你常在運動啊 對 我經常在運動 後來我發現我籃球也沒辦法打 因為我籃球打的時候 因為我要看籃框 我看不到籃框 我也沒辦法去做這樣子的運動 就是我最喜歡做 無法投籃 對 沒有辦法投籃 我就去 去給醫生看 那醫生就說 那你要做一下徹底的治療 先照X光 他說你的骨頭 頸椎的地方有點問題 要不要再做進一步的 就做核磁共振 然後我就躺在核磁共振的機器裡面 就推去 嗯 然後整個哼 在那裡面的十分鐘 我說怎麼會造這麼久 我快要翻臉了 因為我好痛喔 因為我的 你躺著也會痛啊 躺著很痛喔 我現在都沒辦法正著躺 因為我以前睡覺的時候 都是側著 我正著躺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 我心裡面在想 怎麼會這麼久啊 你在造什麼東西啊 後來出來的時候 他說喔 終於造好了 我就說喔 我說醫生你都沒有跟我講 真的要照這麼久 如果需要照這麼久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躺了 因為我在裡面沒有人會管我 我好痛你知道嗎 你真的很痛嗎 我說廢話為什麼要騙你 然後我就去看他那個 整個那個照不照照 他說你有骨刺 我說骨刺會怎麼樣 他說你現在的程度是怎麼樣 我說大概就是手會麻 然後我只要一熬夜 他就來了 然後麻 左邊的這個地方的頸椎 一直到我這個脖子 一直到我這個後腦勺 整個地方都是痛的 好痛好痛 他說他已經壓到神經了 我說我知道壓到神經之後 我才會痛嘛 我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他說你這種情形 如果真的影響到你這麼不舒服 然後你很多事情都沒有 就像他剛剛說的 我連伏地挺身都沒辦法做 我坐一下我這邊就痛一次 然後我也很想說讓自己 過得很像坐著跳油一樣 跑步會就跑一下 這個地方就痛 我說那我幾乎所有活動都要禁止 因為每個都是痛的來源 他說那你要不要開刀 我說開刀會好嗎 他說開刀一般都會建議 你把第五跟第六根的頸椎 換成一個人工關節 我說換個人工關節 你的 因為我很傳統 我一直認為是說把整個背剖開 然後把頸椎裡面東西拿掉 再換一個頸椎 我一直是認為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子的開刀的方式 他說 他們有他們的一個先進的科技 他說那你要不要想看看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叫我立刻做決定 他有跟你講什麼風險開這個刀 他沒有跟我講風險 他說只是要開刀 但是他有說那兩個人工關節很貴 他說好幾十萬 我一天好幾十萬 我大概就推出 我就說那就讓他痛好了 因為太貴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負擔 那後來我就幫自己 有一個很好安慰自己的方法 我說欸 我再去找另外一家 對 因為我覺得有些那種 可能 聽到第二件 對 可以第二件 我又到榮總去 榮總照出來說 欸 對 你這個東西就是有骨刺 可是他覺得 他有說為什麼會有骨刺嗎 其實我後來我發現就是像剛才肅清講的 因為我是勞工階級的 所以我以前就是開大貨車 然後我必須要搬東西 那我搬的東西呢 就像類似人家那種四方的盒子 類似幫寶師的尿布 一次三箱 三箱裡面大概十二大包 每一包大概都兩公斤 然後我就這樣背 直接背到六樓去 然後因為你 你這個到這邊來的那個箱子 它會溜下來 你一定要用頭去頂著它 所以我這樣子做了兩三年 職業傷害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又去搬貨運就是從 從地上把那個馬達 一個馬達三十幾公斤 我是硬要把它搬到那個貨車上面去 都是用手工這樣搬 所以我才剛開始 一開始講說 我回去都是痠痛的 所以我才說 禮拜禮用禮拜天 我禮拜天的時間 去給人家按摩 按摩完了就好了 所以一直到我差不多七八五六年前 就發現啊我怎麼會有骨刺 我一直去想 因為後來我是進入到演藝圈之後 我就沒有再從事比較 重力的工作了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不舒服 可是可能是因為 後來也是因為什麼 坐姿或是什麼樣 它就骨刺就跑出來 其實那個累積的東西 還都是存在的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跟我講說 欸 你有骨刺 我說對 他說他也有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我說那你 做了什麼樣的抉擇 結果他說他決定要開刀 他去開刀的時候說 那我要去開刀 我說好 那如果你開好的話 我就跟著你去開刀 我又表示說 欸 你可能會比較 比較有勇氣 先去看看別的開刀 你先試試看 結果他開完了 結果他開完了 呃 一個多月之後 我看到他 他繼續在工作 他是一個攝影師 他又帶著護警 我說我也不能帶護警去工作啊 他說沒有啦 那護警是說你平常的時候 暫時的 你工作是要可以拿掉的 帶完護警之後 我就發現 欸 好像他有一點好 後來他把護警拿掉了 有一點微的啊 他現在他講話已經變成這樣子 蛤 我說那這樣子沒有好啊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跟你當初的那種感覺 好像更嚴重 就是說他轉的 就像我往上沒辦法看的時候 是一樣的 你只能到這邊來 那你這邊再轉的時候 就說欸 某某某 你這個整個身體 是跟著過去的啊 就沒有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所以他這個沒有開刀成功啊 他後來因為 因為一年多以後 又一個病發症 那更嚴重的人就去世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我在考慮說 我如果真的是因為 要不要開刀的這件問題 會困擾我那麼久 我為什麼不就去 繼續做一些 物理治療的東西 所以你始終沒有開刀 對 我現在 但我現在還是會痛 但是他痛的就是說 我可能會在 在某一個點上面 就特別去注意他 比方說我就不要太熬夜了 那有些東西 比方說我像 我就那種 需要出力的 那棒球也不能打的 那籃球也不能打的 那現在看得到月亮嗎 現在還是看不到 現在還是看不到